Vasily那 怎麼了 唉 沒了你看蘋果又老又潮 裡面一定會囊爛的 大家看 外表最差太多的東西 裡面都是是老的 是啦 是啦 只好像是你啦 為了讓我們變得又漂亮 这样又年轻啊 我们女生每一天都需要擦一些保养品啊 还有化妆品 可是Mandy 为什么我们还需要照顾身体内部的保养呢 其实我们身体内部呢 和我们的皮肤一样 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老化 那么我们皮肤的老化呢 其实非常容易从外表上看得出嘛 对不对 但是身体内部的老化呢 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尤其是当我们感觉自己身体大不如从前 比如说 越来越不能熬夜啊 或者记忆力变得越来越差啊 然后手脚呢 没有比以前灵活的话呢 这就表示衰老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我感觉到衰老离我越来越近了 那为什么身体会有衰老的这个症状呢 其实衰老呢 不外乎是两大原因 氧化跟糖化 氧化呢 就是当我们身体里的自由基呢 不断地在破坏着我们的细胞 我们就需要额外去摄取一些抗氧化剂 来帮助我们抵御这个自由基的伤害 而另一方面呢 糖化呢 就是我们身体摄入太过多的糖分 而这些糖分呢 它会与我们的蛋白质结合 产生一个叫做Ages的生物垃圾 而这个Ages呢 它就会去破坏我们的这个胶原蛋白 胶原蛋白对我们的身体重要吗 胶原蛋白对我们的身体非常重要 它呢不只是我们皮肤重要的结构 而且呢它也会出现在我们的骨头啊 关节啊软骨等等 所以呢胶原蛋白的流失呢 就表示我们身体呢也是 正在渐渐的老化当中 那Mandy 要怎么样让我们一直保持年轻的状态 这个时候呢 油内额外的保养就非常重要 Vivion它含有十一种来自 植物萃取的抗氧化剂 而且呢也包括了四大的国际专利成分 这些成分它们可以帮助减少Ages的产生 从而达到抗氧化的效果 而且呢这些抗氧化剂的成分 它也可以帮助抵御这个自由基 对我们细胞造成的伤害 我明白了 油内到外的保养 是我们每个人每一天都需要做的功课哦